各位好 我们来看 第六个类题 关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一颗质量是0.15公斤的棒球 以每秒42公尺的水平速度打中墙 而且以每秒38公尺的速度垂直墙面反弹 如果棒球与墙的接触时间是0.02秒 则在这一段时间内 棒球瘦的平均力是多少牛顿 那讲到牛顿,讲到力呢 就要谈到牛顿对力的定义 那这里就是要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第二运动定律定义的力跟什么因素有关 力跟物体的状态变化 运动状态的变化 也就是加速度有关 还有物体的质量有关 后来的人把它写成F.MA 那这个合力呢 跟我们的加速度同方向 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已经已知一些条件了 像是质量,质量M已经知道了 那只要再找出加速度 就可以求出力 好,那它有给一个条件 它有给条件,它说 这里有一面墙 然后一颗棒球 是先用42 每秒42公尺打下去 打下去之后反弹 反弹后的速度是每秒38公尺 而反弹的接触时间呢 接触这个墙也就是施力时间 接触时间是0.02秒 好,为什么要有这个接触时间 是为了要算出加速度 好,所以呢 我们要先求加速度 那加速度的定义呢 就是后来的速度变化对时间平均 那后来的速度 我们可以以向左为正 或是向右为正好了 向右为正 那后来的速度就是向右的38 可是原来呢 是向左 所以后来的38 扣掉原来的向左的42 就变成38 就变成38-42 所以这样算出来 就是它的速度变化 而速度变化在对时间平均 时间是多少 0.02秒 好,所以结果是 加速度算出来会是 80 80 再乘上50 乘以4000 好,那 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最后我们再把 这个4000带入 第二定律的关系式 这个质量呢 放球0.15公斤 去乘上4000的加速度 好,所以结果会是 600 好,那单位就是 扭盾 好,这就是 这一题的答案 谢谢